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松太的频道 我们过去一连两天都说了一些 都挺有争议性的话题 今天就有一些英国的消息和大家分享 另外有另一个议题想和大家讨论 这个和前两天讨论的有点不同 究竟是什么呢? 事不宜遲,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又是松仔仔 不是啊,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你是松仔仔仔 哎呀,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呢? 我记得他经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吗? 哈哈哈哈 你小动不怕就认真一点 刚才一人都是一人来的 那又是啊 我很怕没饭吃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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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第一宗想和大家说的新闻呢 就是最近有报纸说有一个男人去见公 是 那就遇到一个很失败的案子 那就要和大家分享的 因为这个呢 有机会是和各位移民来英国的朋友找工作很有关系的 其实未必只有英国 全世界都可能有关系 但是呢 这个确确实在英国发生的 是 那就是话说有一个男人去见一份文职工 嗯 那他去到这个即见公的场所 那他就排队啊 就是要找接触 正常的 找接触 然后坐下 那就等了 但是呢 他还没见到那份工作呢 那个HR 部门的那个Leader呢 就出来和他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不会见你的 你回家啦 你的interview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呢 直接就 批了他走 做了什么呢 接着呢 就有一个HR那些部门主管呢 就出来说回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原来呢 这个男人呢 他的qualification呢 是完全足够做那份工作的 是 他也是在一个 就是 同一个HR主管讲话的时候 态度也都非常之好的 是啊 但是呢 最大问题就是呢 他去reception那里登记的时间 他对reception的态度非常之差 就是有一种是觉得 鄙视他只是一个reception这样的感觉 哦 竟然这样 他就没有explicitly去做了些什么 但是呢 从他 就是 讲话的态度 比如别人跟你说Good morning啊 或者微笑 他完全没有了这些的 是 就是目无表情啊 也都没有thank you啊 没有任何这一类的 那些被人的印象就是差 给个reception的印象呢 就很差 是 所以直接他就连interview 机会都没有 因为呢 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英国的工作环境呢 无论你是做什么工作都好 Teamwork是占最大的比重的 就是你个人能力有多强 是一件事 但是你如果是 只是得个人能力 而没有团体合作的精神的话呢 那你都不会qualify 可以去做那份工作 就是你硬劲都没有 是的 那当然啦 你说你做工厂啊 或者做其他比较单一些的工作呢 就未必有这个情况啦 是 可能未必是 未必是需要团队合作啊 我不知道啊 但是 有部分的工是会有这类的 他说为什么 他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嗯 因为那个reception根本不是reception reception就是部门的主管 而跟他说那个 就是跟他说那个 interview完结的 都是那个reception的下属 其实他不是reception 哦 他说这几年都是的 很多公司都会把reception 如果是建功的时间 其实他根本不是reception 是假扮的 是HR的主管 去扮这些reception 是第一个关口来的 是第一关 哦 甚至乎呢 他说现在很多公司 第一件事见完人 他真的想请那个人呢 他第一件事下去问一下 那个清洁的阿嬸 或者清洁的阿叔 是 觉得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哦 如果那个做清洁的那个 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差的话呢 嗯 那他的被录用的机会呢 是大打折扣 甚至乎 可能直接是不会考虑用他 这次日本剧的那些情节 就是掃地那个其实是大老板 不是啊 我记得看这个鬼崇英吉 GTO Grace Teacher Onitsuka 啊 那就是他进去家学校做老师 他是黑社会来的嘛 但是他应征做老师 他本来是不聘请他的 但是他就跟那个小买部的阿姐 特别熟哦 原来小买部的阿姐 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 哈哈哈哈 原来这些是真实 好像有看过 真实情况会发生的情节来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我说 对香港的朋友仔呢 可能会是一个挑战呢 我不是说香港的人没有礼貌 这个绝对不是 但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身为香港人 你都会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表情 不是很足够的 尤其是我们见公民紧张 又不是很懂得沟通 而且香港人说英文 没什么通的嘛 是 OK Yes Morning Bye Thank you 这个是我从松妈的身上学到 是 松妈说英文 他英文很好 甚至乎他懂得的字比我更多 但是呢 他平时沟通的时间 有一种很挖的感觉 就是他说英文的时间 Can I have a bag 是的 譬如去超级市场 松妈就会说 Can I have a bag 这样 但是 整件事就好像一个命令的语句 是 但是他自己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有时候都会跟松妈 他都说Can I 是的 就是你要有一些一样的顿错 Can I have a bag please 这样 是的 他也有时候会please的 Can I have a bag 不是 他是这样 Can I have a bag please 但是你整件事 我也说了please 是的 他做齐的 在他的角度是做齐的那样东西 但是别人听我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是被命令我 是的 我可不可以用个袋子 麻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语气了 所以我们在英国建功的时间 要留意着这一方面 就是可能你要对着一块镜 练习一下 怎样的练习 就是你是 广众一下 是的 Can I have a bag please 因为英国的社会 这个表面上的礼貌 是很注重的 我觉得是 就算是美国也好 都要注重的 就是他们是 你第一个印象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以前在公司 都有负责 一些人 其实跟老板 管理人一起谈 就是谁好 谁不好的时间 其实第一样东西 都是看直接第一个感觉 当然啦 他的工作能力 都很紧要 你都要去screen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 真的适合那份工作 但是这一方面 是在英国人的社会来说 是特别着重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要 就是无时无刻 你去建功的时候 你无时无刻 都要保持住一个 就是一个 比较微笑的状态 宽容一点 你不要把压力的东西 都放在面上 因为 以前我自己都会犯这些错误的 就是你真的很紧张 或者你准备了很多 你的脑子在记着 那些台词 记着那些问题的答案 在模拟整件事 那你会忽略了身边发生的事情 但原来身边发生的事情 有时可能是比你那条问题的答案 更加为之重要 好了 当大家在英国现在漸漸 不计划 又找到稳定的工作之后 自然就会想买楼置业 有一个安定的居所 因为 始终租楼都是麻烦的 可能久不久又要搬屋 那间屋可能有些东西未维修好 或者业主又无理逼迁 各样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是大家都未必想租楼 而且租楼只是帮人供楼 对不对 香港人的主要观点都是这样的 现在想讲一讲关于英国 第一次购买的一件事 现在跟以前的情况有点不同 因为一般来说 供楼都是比租楼贵的 以前 但现在就是调转了 现在是租楼比租楼便宜的 各大地区租楼和供楼平均数 那个价钱是多少 对了 整个英国来计 如果你租楼 就最少要1000磅 基本上 现在如果你供楼是971 苏格兰就会便宜一点 900多磅是租楼 700多磅是供楼 如果你说是伦敦就贵了 伦敦是2000磅 是租楼 供楼都是1800磅 你看整体所有地区 都是供楼比租楼 最少分别的可能是North East 就是685磅是租楼 628磅是供楼 差不多 但既然是差不多 Midlands是什么 West Midlands 就是951磅是租楼 839磅是供楼 这个是minimum charge 所以总括来说 供楼是抵过租楼 但是现在很多First Time Buyer 就处于一个问题 因为有两样东西 第一 就是怎样借到够的钱 去做这件事 第二就是利息是有多高呢 现在根据Halifax的银行的资料 现在平均一个Typical的First Time Buyer 遇到的Mortgage的息口 是由介乎4%至7%的 Range都几乎 到7%那么多 那你拿回平均数 我估计应该是5点多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 Zero Deposit Zero Deposit买楼的计划是差不多的 你预计你怎样都会给5厘多息 这个都走不掉了 那究竟一个First Time Buyer 可以借多少钱呢 以前有一段时间 就是借4倍至4.5倍 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概数 现在不是的 我到我们几年前五六年前 那我们买楼的时候 又去银行借钱的时间 他就说是只剩3.5倍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所以是都很难借到 你想想你如果一份工只有30千 那你借100千那我买些什么 你两个人加起来都是只有200千 就是最尽借到 那现在呢 原来Typically是加了的 是4倍至5倍 那就是说 maximum最尽呢 一个找30千人工的人呢 就应该借到150千 那如果一对情侣一对夫妻呢 理论上呢 就应该借到300千 大概300万左右 那这个亦都是借 First Time Buyer 借钱的一个中位数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相信如果你是第一次置业的 那你看楼的range呢 我估计呢 我估计呢 就是由250至350不等 我中间的一个 这个楼宇的价值呢 就应该是你看的range 但是就会有很多人问 那除了我是有这个 就是知道借多少钱之外 看多少钱的range的楼之外 那我究竟有多少首期 我才是realistically 可以借到这一笔钱呢 嗯 一般来说呢 在英国呢 一个First Time Buyer的 可能couple啦 嗯 他们的首期平均 是有62407磅的 是 即是你 若莫存到60多万港币 嗯 那呢 你就是一个上车的好时机了 那我相信 那一开始做事 那完全是零的开始呢 要存六十几万呢 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那当然你最低可以是5个percent 那但是问题是 你借到的钱呢 会相应地是低的 因为你越能够 比较多的首期呢 那银行没有的风险 就越低嘛 那就是这个loan to value 那个比率呢 就越高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借到 一个相应的钱呢 是机会大很多 嗯 但是如果你说 你不是有三百千 我全部都要借的 那你就可能 很难借尽三百千 就是那你是 你是有六十千的首期 嗯 我知道借二百四十千呢 那就会容易很多的 另外呢 就是英国原来 有六十个percent 的first time buyer呢 都是joined ownership 就是要不就情侣 夫妻 甚至乎有些人是朋友 或者兄弟姊妹 夹份一起买一间 OK 那就只有四成人 是自己一个人去买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想成功借到钱 买一层楼呢 基本上 两个人一起买 是最容易 和最合理的方法 暂时来说 我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 就是 究竟怎样才是first time buyer呢 那我其实之前呢 都曾经在节目多次说过 那但是都不胜其烦 再说多一次 first time buyer的定义呢 就是 就是买楼的那个人 或者是joined ownership的话 他两个公婆 或者两个朋友也好 什么人也好 他在地球上 在这个地球里面 这个宇宙里面 从来都没有拥有过 residencial property的呢 那他就是first time buyer了 如果他拥有commercial property的话 是不计的 就是commercial property你可以用 商业 然后你说自己是first time buyer都可以的 但是你 住宅物业 你是全机构 从来没有买过 就是你买了 卖了 然后再买 你都不是first time buyer 是要你从来都没试过 才是first time buyer的 因为first time buyer呢 在税务上 英格兰和威尔斯都是 425千 就是42.5万磅以下的物业 是不需要给stamp duty的 那如果你是在Scotland的话 就是175千 就是17.5万磅以下 就不需要给stamp duty 另外呢 很多人会问我 那些松载的first time buyer 买的计划 help to buy share ownership 可不可以是 因为叫便宜的嘛 share ownership 那就是父母出了那百多千 那然后呢 那儿子就交租 就交租 那可不可以一毕业就去买的呢 那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呢 就算你拥有那块钱 一次过可以放下去 那然后呢 叫他交租 你首先要有一个affordability check 就是说 拥有那间屋的业主 是需要有还款的能力 就不是说那个父母有还款的能力 是要那个业主有还款的能力 还有不是说他有一块钱 在银行里他就可以借的 他是需要看你 有没有每个月一个固定的收入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这些全部都是taking into account 是去计算你究竟 适不适合买这些这样的物业 那还有很多share ownership 或者help to buy 但是呢 你不是说你可以给得起那一半 你就可以买的 因为他是不期待你 可以一次过就给得起那块钱的 既然你都已经有钱了 既然你都有钱 可以给得起一半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用这个scheme呢 他在衡量你适不适合用这个scheme的时间 他会在这个都是考虑之列 好了今天呢 真正想和大家讲的主题呢 就是关于一个学能测验 那就是英国是year six 和year two 都需要做学能测验 那英文呢 就叫sats 即sats 是 那好像美国的大学入学士 就是IELTS 他们不是要考一个叫sat 是啊 搞到我有点误会 sat 那么快year six要考sat 那一路不是的 这个sat是一个学能测验 那么主要呢 就是平核那间学校 有没有好好地作用英才 他们学生的程度是去到哪里 从而呢 就可以之后去部署 如何因才施教 是满足不同领域 不同范畴的学生的需要 这个就是 这个学能测验的主要的原意 那么最近呢 就英国呢 各大的传媒呢 都有报道 很多的家长 甚至乎学校 都反对 再继续有这个sat的学能测验 嗯 那么原因呢 就是说 他里面那些试题呢 是非常之深的 那么有些英文的试题 甚至乎是去到gcse的级数 那就导致到 是他这样说 是他这样说 那就导致到 有些学生呢 譬如他不是说 特别聪明 特别优秀的 他没有办法完成到那份卷 是 那就令到他们有一种 非常之大的挫败感 是 而从而呢 就有很多学生 是要寻求这个 心理辅导 社工的协助 因为他觉得 这个 学能测验 带给他们很巨大的压力 那么在学校方面呢 就因为 这个史呢 是平衡那间学校的 教学的质素 是的 就是除了off stat之外 就是用这个史去平衡那间学校 嗯 那无论是私校还是公校 都必须要考这个史 那所以学校呢 就会是 催谷那些学生 去做这些 学能测验的史卷 嗯 那英国的学能测验呢 是分中文 sorry 不是中文 又中文考 英文 和数学两科 主要是这两科 那就好像有四份卷的 嗯 英文两份 数学两份 嗯 但是呢 就因为这个学能测验 决定了那一学校 教育的质素 和那些学生的range 那没有学校上叉的嘛 是啊 那所以从year 5开始呢 就不断操卷 有些学校 甚至乎那些学生 就反映说 根本year 5 year 6 是没有学过东西 只是在那里操那两份卷 是 其他的东西一概都 就是不注重不着重 就是操那两份卷 就是操那两份卷 是最重要的事 那就带给那些学生 很大的压力 有很多学生 有人回家哭啊 那些家长也哭啊 那些老师也哭 那些老师也哭 那些老师也是被迫的嘛 那你学校要他去做他就去做咯 他就在那里哭 那现在强烈地呼吁政府 就取消这个学能测验 但是政府呢 就强调这个学能测验 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是特意这么难的 难的原因是因为 他要test出 究竟有哪些学生 有多少学生 是above average 多少学生是below average 多少学生是average 从而去定个界线 什么为之average 什么为之above average 因为他不 他在拉着曲 是啊他在拉着曲 简单来说 我们在英国的教育制度下出来 其实对这些东西都不会陌生的 在香港的六年班呢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是不是好像取消了 我以前是做学能测验做癫的 中文推理 数学推理 英文推理 推理 推理 推到呢 正确是一篇文章 上面有一篇文章 寫给你呢 是 那条问题的答案 要柯南才解决得到的 日日都要当自己金田一 那样发学 是很辛苦的 做到真的 是非常难的 那些数学也不是人做的 当时我觉得 哇 这些是什么来的 也是 日日操卷 每个星期不断 不断 不断 就是全部是选择题 是 还有呢 香港的那些题 全部是那些死小的那些box 然后要你用一支圆笔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满它那些 哦 我知道你那些 又不满又扣分那些 那一天到刻就拿着圆包去填颜色 还要你星期六日放假时间回去补货 就是去操那份死人卷 我很记得的 所以那时候 小学呢 五六年班 又是一样 肯定是英国人想出来的 我没有这个经历 肯定是英国人想出来的 那怎么会这么似 年龄是一样 做的事又一样 对吧 松太太 你自己也有试过学能测试的 有啊 叫key stage 1 和key stage 2 key stage 1就是二年班 key stage 2就是六年班 然后有个key stage 3 是year 9 就是中三 中三 我不知道中三有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但是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重视 就是你那时候不重视 就是他会告诉你 今天考试了 今天考试了 但是不用你温书 没有 没有 有粗过卷 他原本的原意是这样的 就是政府的原意是说 这份卷是用来平衡学校 不是用来平衡个别的学生 甚至乎学个别的学生是不应该知道自己的成绩 是啊 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应该知道自己的表现 那个paper是没有见过的 之后 我们那时候也是的 是啊 考完给了它 你作为小孩更加心理不平衡的 因为我做得很辛苦 究竟我考了多少 成绩呢 我又不知道 那我做来做什么 你比过结果 不是 就是你打机 是吧 你很努力地打我完美完美完美过关 但是没有级数 没有grade 没有奖品 接着继续 咦 没什么发生的 我给了彭英 没什么发生的 原来 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有过这样的震撼的 就是你那时候也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觉得奇怪 但是我没有震撼 那不努力是应份的 就是等于你海洋公园 叫一条海豚跳 你也要给它一条鱼吃 其实不是 我们那时候也是很适合的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要吹谷 就是说很多学校 因为尤其是Covid之后 那就有两年没有做到的 是的 拖慢了进程 所以现在又要追回 所以现在一谷到 那些学生就凉哭了 那真的有些可怜的 那也有一些网页 那些新闻媒体 例如Daily Mail 他就列出了一些 他认为较深的问题 那就问一下那些读者 喂 你会不会做这些问题 你看一下那些学生 做的东西多深 那他就列了一些问题 那我就去看看 那大家一起看看 好了 Year 6的数学题 第一条 6115 加5801 6155 对 6155 我应该不合教 读都读错 加5501 加649 那应该是多少呢 那有格子的 那你就算吧 6155 加501 就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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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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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记住先 0 x 9 8 9 不,零啊,这个不用算了 你零 x 9 亿都是零的 这个怎么夹给他做什么 OK,接着到英文了 Which sentence Must end with a question mark Must end with a question mark That question mark Shall we go round the fitness trail in the park 这个应该问 We could go tomorrow if you like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footstop What I really like is the road bridge footstop Let me know what you would like to do 都是footstop 不太难 Which sentence is punctuated correctly Punctuated Nother the last week of going on Saturday 怎么会在这里下面加 不对啦 Finally, I think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这个对 这个对的,finally之后逗好 Considering all his efforts The result was disappointing 那么怪啊 At the last 不会是啦 怎么会是 Considering all his efforts 当然不会啦 At the last count there There were twenty people coming 都不对 那个sentence是这样 Take one而已嘛 应该是finally的那个 finally 然后呢 Which sentence expresses the greatest certainty 有哪个sentence是最肯定的 那样东西最肯定的 It may rain later in the week 这个其实都挺肯定的 以英国的radar来说很肯定 这个是logic来的 The train might arrive late again today 哇,这个是100%的确定 根据这个白宫的track record 但是应该都不是的 在他那里说 I will walk through the park to get to school 这个应该是certainty 但我不会啦 但是这个是 你讲的sentence不是说你 对啊 这个讲的sentence不是说situation It should be sunny and warm tomorrow 这个都不是signity 都不是 这个一定不signity 英国的wetard不signity I will walk through the park to get to school 应该就是我整个答案了 Insert a semi-colon 就是个分号 In the correct place in the sentence below The suitcase was heavy The box was lighter But more awkward to carry 应该是这里啦 The suitcase was heavy 在中间这个位置 那圆了 圆了吗 对啊 我先看看刚刚才 第一条答案是7305 Yes 第二条答案是0 Yes 那一定是0 292个看不到这条 第三条不能看 看不到 Shall we go around the fitness trial in the park 对啊 Finally 10号 I think I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对啊 I will walk through the park to get to school 对啊 The suitcase was heavy Colon Semi-colon Semi-colon The box is lighter But more awkward to carry 对啊 对啊 这份报纸又认为 是深到连大人都不会做 我想它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是的话 我就真的有点担心 我怀疑SUNAC那个说要Maps to 18 是有点道理的 这样看的话 这些问题我觉得就 如果你跟香港以前五六年班的学能测验比 这些已经不是问题了 不会这么简单问加加和减这些数 零成九百多 零成九这个定劣来的 一定是零的话 你零成什么都是零的嘛 对啊 但是你香港那些不同的 那时做数学呢 他真的问到很深的 问那些equation的 Substitution 我最记得是五六年班 已经是做两个代数的Substitution X和Y 找X和Y 那些是中一二 GCMC才做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中二就学那些 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是的 就是你五六年班学的东西 已经是中二三中三四都会 都没去到中四的 去到中二三的问题 会放在那个学能测验那里问的 但是如果你说刚才那些问题 就是我这个不是英文 不是mother language的人 都答到没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六年班 就是都十一岁了 英国是吧 那我又未至于觉得要哭而已 我都很想知道 大家有没有那些小朋友呢 正值现在year six 做这些卷 那因为他报纸得几题 那不是很全面的嘛 那就是大家会不会 说不是哦 喂松仔 其实很难的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网友 在这群組里分享过 他的儿子year seven 做的那些英文呢 嗯 我都不是很全部答得对的 都有一些tricky 是的 有一两个呢 有兴趣看一下 有一两个都不是说 特别答得好 所以我就怀疑 会不会是报纸 选择出他的问题 特别似的 是的 根本是简单的那些 根本是trick我们的 那些家长如果有其他意见 comment 或者你认为不是 真的很辛苦的 那我想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如何 因为始终我不是个小朋友 我儿子又未到year six 他year two 我们的儿子也有考过的 有啊 但他有没有说特别辛苦的那些东西 没有啊 他说老师说考试就考试了 他课我回来 那今天妈妈 我上学考试了 哦 考什么 嗯 不知道啊 考了啦 但是也没什么怎么准备 year two 但是year six 我也想知道 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始终我儿子很快就到year six 就有几年 那所以我也有少许忧虑 但是我也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是如何 那大家呢 如果知道的话 不妨都在comment section留言告诉我 最后一宗新闻呢 就要讲讲英国的天气了 那今年呢 原来直至到三月底 我们那个春天 就被誉为是这十几十年来 最湿的春天 是没试过 英国没试过 不是没试过的 很久很久没试过呢 是个春天是 就是又凍啊 又湿啊 就是今年那个整个春季 都是比较 比较闷 比较闷 是比较闷的 英文就是叫做闷 总之是闷了整件事 有多霧啊 就是今天 今天我个客人呢 去新屋那里 我去接他 然后他说 英国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天气挺好 然后他就看了 蛤 不是啊 今天机场出来 周围都是霧啊 正常啊 没有而已 没有下雨啊 10度以上 好天啊 大家有文化差异 那么我解释给他听 我们英国的天气 要到夏天才会比较干爽 还有热啊 是啊 不过接下来都会逐渐好 其实今天真的不算差的了 今天下午就会很热啊 下午就会很热啊 所以我说 但是好啊 今天天气非常之好 适合远足行山露营 什么都适合 又不濕是吧 今天算是非常之好的了 是啊 所以大家刚刚来 要适应一下这边的天气 那么接下来呢 虽然那个春天 就比较湿一点 就比较大风一点 还有这个冬啊 那应该我们今年夏天 可能不会有干旱的问题吧 应该存够水啦 应该是吧 这么湿 希望啊 天天下雨 希望啊 希望啊 不要又制水了 那但是呢 现在有气象学家 就预计 今年的夏天呢 都挺大啊 嗯 今年的夏天呢 将会很热 但是呢 就不是好像之前那样 热一天 就放几天加油再热了 不是这样 它是热几天 它是持续地热 就是今年又 还要由六月份就开始 啊 哈哈哈 是不是很惊呢 我已经惊惊了 既惊扯起 好惊惊 你又不想冷啊 很矛盾的 在英国 你需要知道我的天气 你 它说冷 你很担心 糟了 冷又大风 夏天 我试过一年啊 真的只有二十度以下的 长期只有十七八度 又大风阴阴天 整个夏天没有过 那一天是可以BBQ的 都试过 但是他说热的话 你又担心了 热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由6月开始 一直到7月 那个气温 会维持在 28、9度到30度左右 我已经觉得热了 听到汗就开始 在毛里滲出来 那接着还没完 他说 但是由7月打喉 即是8月开始 8月到9月 就会有multipole heatwaves 就降临英国 就将会是到35度 或以上 就是想热瓜你 最主要是到9月 9月都35度 你闻所未闻 你才开学有这么高 那要穿短褲短袖开学 所有人都 对吗 那之前要穿背心 不穿了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蜘蛛声 那他说 因为现在是观察到 气象是 那些热风是来自非洲的 这么快就看到 非洲来自非洲的热风 为什么英国这么特别呢 冬天呢 就是来自北极 北极 夏天呢 就来自非洲 其实英国是不是没有自己的风 为什么气候呢 是别的地方吹来的 那为什么夏天呢 北极的风又不会出来英国 或者冬天呢 非洲的风又不吹来 对 他调转了时间 如果你说刚刚教了时间 是冬天由非洲吹来 夏天由北极吹来 那刚刚好 那所以呢 今年的夏天呢 我就未必可以 好像去年那样 跟大家说 不要紧的 热一天半天而已 没事的 我未必可以这样说 还有我如果 一到四十度 三十八九度 就要开直播的话 我怕我日日都要开直播 我现在很担心 还有我这间房 是没有风进来的 是完全一个密室来的 因为呢 大家知道我家里是撞了闸的 那我又下了窗帘 我又不想人家在外面看见我拍摄的那些东西 那所以我间房呢 又没有风扇 又没有生风出进来 长期关着窗 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会在一个密室里面焗云 我不知道 就是我在想 糟了 夏天几个月 怎样做节目呢 因为我很担心 就有微信看着你 怎样焗死 不是 我很坦白承认的 就是今年呢 我听到那些 那些气象学家这样说 而且不是一个 是几份报纸都是这样说 那所以呢 我就是买多了一个 Portable的冷气机 那就放了在我们的房间 In case 我真的忍无可忍需要用的时间呢 那我起码都有一间房呢 可以躲躲躲躲的 所以呢 暑假呢 看我节目呢 有机会呢 我是抱着枕头做的 这件事呢 其实不是只有我看到的 我身边呢 有些住在英国都颇长时间的朋友呢 突然间今天打电话来问我 喂松仔你知道哪里有得 装粉体式冷气机 哇 你当然是看了跟我同一单新闻 我说我本身也有想过的 但是问题是呢 一来你 就是分体式那些真的不环保 二来呢 就是那个冷气机 你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它开多少次 是啊 那你一年之后才再开的 那很容易坏 你又要找人来维修 而且安装成本都挺贵 你要洗 是啊 对了 以我所知呢 都要起码是两千磅至四千磅 这些价钱的 嗯 还有你又要买个好的质素的 还有你装得冷气机 你又会想它懂得变频 就是夏天就出冬风 冬天就出暖风 是的 但是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成本又贵了 嗯 还有你装在哪里好呢 那你刚刚有这么多间房子的话 你三四间房子 你装三四宝 是吧 那你不划算 还有你英国的房子和厅 普遍都比香港大的 嗯 你香港就装个窗口式 你用多少匹呢 英国没得装窗口式的嘛 是的 那你的电费 为何cost of living 这么高的时候 哇 我看到电费单 我怕我暈倒了 所以呢 那个冷气机呢 只是买在这里备用的 即不是紧急的情况下 都不会启动它 但是一旦要启动它的话 是啊 那我就要启动 我昨晚已经想说这件事的了 但是松太太按着我不让我说 嗯 她说松仔 不如你等我们买了个冷气机 你才说 要不然我怕明天去到没有货 那大家自行判断一下这些 我不是鼓励大家买冷气机 不过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呢 你自己上网看新闻 自己要判断 那么今集的节目呢 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个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